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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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诸国传之的总数还多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拥有一万五千个分支机构 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 十七世纪后期 荷兰在海上荷兰败于英国 在陆地荷兰败于法国 殖民体系逐渐崩溃 英国 英国 英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的不列丁群岛 国土面积二十四万平方公里 英国是我们熟知的日不落帝国 世界上公认的日不落帝国 共有两个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西班牙 一个就是英国 英国的崛起 得益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为英国提供了强大的国力支撑 使其可以轻易的向外发起战争 英国打败过荷兰 法国 成为新的全球霸主 其统治面积达到约三千四百万平方公里 比苏联的领土还大得多 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 覆盖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 领土 属土遍及包括南极洲在内的七大洲 四大洋 因此 有英国的太阳永远不会落下的说法 当然 盛极而衰 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十世纪以后 随着新兴世界霸主美国的崛起 特别是二战以后 大英帝国逐渐瓦解 不负往日威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